第十八屆五中全会决定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两个小朋友的政策 期望解决人口问题 没错,实施以孩的政策理应是可以提高生育率 有助解决人口老化、劳动力不足、甚至性别失衡等的问题 但是以孩政策又是否能有效大幅提升生育率呢? 从以往的经验看,似乎就问点了 早在2013年11月的三中全会,中央已经通过单独以孩政策 只要夫妇任何一方是独身子女,就可以生第二胎 不过,大陆居民似乎就不太瘦落 有报道指,奶粉,医疗,学费,楼价,各样都这么贵 令到大陆居民都不敢再生第二胎 截至今年5月底,符合条件的1100万对夫妇当中 只有大约13%的人提出申请,远低于官方的预期 反映即使全面开放新育政策,家长都未必有意育生第二胎 除了成效未必达到官方预期之外 新政策都牵涉了不少细节问题未解决 例如一孩政策时未留下来的社会抚养费问题 即是要不需要对新政策实施前生了两个小朋友的夫妇 征收回超新罚款呢? 另外,除了养育成本太高 内地的食品及环境安全问题也一直为人救病 成为了夫妇不想生第二胎的原因 内地政府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好好地监管内地食品安全问题 例如打击大头奶粉,同时舒缓环境污染问题 控制污染物的排放等等,保障人民的健康 为人民打下强心针,令到他们有信心再作生育的打算 其实,全面放宽二孩政策只是第一步 所以要达到政策的预期目标,让大家敢生第二胎 实现长期稳定的生育率 在一步需要考虑的是 如何去鼓励和引导符合政策的育龄妇女 在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下生小朋友 政府也可以改善现时的社会公共政策 包括从女性职业、产假、医疗卫生等方面提高福利 同时应该提高更多的供养津贴 例如增设子女的免税额,提高政策的成效 政府也可以审视现时的教育政策 例如在普及教育下,考虑延长免费教育年期 让小朋友可以接受教育 以下政策也需要相应的公共政策来推动 否则,学广告说,养个小孩也要400万 即使放宽身育的数目,还有谁肯肯认呢? 今次的新闻感派到这里,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